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各位法師 各位居士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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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翻開這個課本裡面的第四十頁 我們再把正法 相法跟末法實習稍微再講一下 佛陀誕生在西元前大概五百年 我們現在已經兩千多年了 是不是 2004 所以呢 在前面的一千年 我們在一千年 這個叫正法時期 相法 還有末法 一般呢 就是講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之後呢 末法一萬年 但是我們說其實法無定法 不見得說一萬年 一千兩百年存在之後 佛法突然間就沒有了 不是突然間就切斷了 而是怎樣 如果我們眾生需要的話 佛法就得以怎樣 延長 眾生如果不需要佛法 其實也不見得有一萬年的末法時期 可能八九千年可能就消失了 是不是有可能啊 但是如果經過我們眾生的努力 可能延續一千兩百 一萬兩千年 一萬五千年都有可能 是不是 因為所謂的因緣法是不是互動的 是互動出來的 當然也有一個說法說 相法是五百年 但是以我們課本所講的就是說 在正法時期的前面五百年 因為前面的這五百年 其實是生文佛法為主的時期啊 那麼也就是說大聖佛法還沒怎樣興起 還未興起 那麼後來的五百年 那麼大聖法才怎樣才興起 所以在金剛經裡面也會談到說 這個也要等到什麼 五百年後啊 其實金剛經這樣子的一個思想 才能夠怎樣大興起到 有沒有這樣子講過 要五百年後嘛 所以呢 等於說大聖佛法的興起之後 其實像淨土法門這一類的呢 才有機會 因為淨土屬於什麼 大聖佛法 屬於大聖佛法 所以也可以看成就是 正法的前面的五百年 淨土法門是還未怎樣 還未興起 還沒有 有沒有在四十頁 四十頁倒數二十四 第五行有沒有 初五百年呢 正法時期淨土念佛法門 不大流行啊 還未流行嘛 要到五百年後 大聖佛法興起 淨土法門才可能跟著起來 才會跟著起來 好 那麼在四十三頁 這裡會講到一個所禪有沒有 這個 在四十一頁的經文也講嘛 他說為把業障所禪有情 有沒有 業障所禪 被業障所哥哥敵 好像被束縛住的 有時候我們也會覺得業障現前 就如同被業障所禪著 那前幾天呢 正好有個居士一大早 就跑去常住要找我 他就很難過 他說平常他呢 也非常的節儉 那麼先生在上班 他帶小孩 那當保母想說多賺一點錢 結果沒想到呢 他現在只剩下 他只帶一個小孩 他覺得我有能力再多帶一個小孩 所以他就怎樣 就在尋找說 看有沒有第二個小孩 讓他帶 所以他就打開報紙看 那真的 就有 報紙就登著說 是要尋找保母 那這樣不就相應了嗎 他就打電話去 那對方就說 我是保險公司的從業人員 我們公司呢 也有這個保母的費用 但是呢 要如何如何 就是你的這個賬號要讓我知道 我們這個 要把這個 匯到你賬戶裡頭去 他說我平常實在也是很精明 很能幹的呢 也很節儉的人 我怎麼可能說把那個什麼賬號就告訴他 就奇怪了 他這麼一講 我越聽越有道理 就一直 我就順著他 然後呢 就真的把賬號告訴他了 真的就告訴他 他說 在講的過程說 兩次三次確定 之後才幾秒鐘 他的戶頭已經沒錢了 他先生才剛領 那月初啊 才剛領了 薪水馬上就沒了 那他真的很痛苦難過 他真的不曉得怎麼跟先生解釋 而且他勤儉持家 很深的一個感覺就是什麼呢 真的是這樣 業障現錢 當我們業障現錢的時候 平常的精明能幹 有時候都會 暫時失去作用 我就跟他講 其實我好幾年前 曾經有一次經驗 有一個 有一個計程車司機 竟然開車去我們常駐 就來跟我訴說 他怎樣怎樣怎樣 他缺錢 他是如何如何 想說奇怪 一般應該說是來請教佛法 怎麼會來跟我說你是缺多少錢 我越聽就越那個 我就 也會覺得那種 業障的現錢 就不會動人 就一直就覺得說 好啦沒關係啦 算了 我就乾脆借錢給你好了 我就一直要去 還好我這個回療房 再稍微想一想 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頭晃一晃 還要讓自己清醒一下 當我清醒過來的時候 就 不行不行 然後我就覺得 那種好像好像 好像分去卡住 這樣 清醒過來 波雲見日 那種業障現錢 真的不可思議 你就會一直都隨著他去 那個 什麼 什麼 智慧啦 理智呢 都會暫時失去作用 所以我們就說 反正 在業障現錢的時候 其實 念佛是很重要的 從念佛裡頭提醒正念 因為從念佛裡頭呢 就像那個居士說 實在講都是一個貪字 真的都是一個貪字 所作稅嘛 那所以我們說 一直想覺得說 借錢給他 我真的也會覺得莫名其妙 但是真的以一個出家 說實在 跟居士 不宜有金錢的這種關係 你說這種借 那以後開了這個方便法門 可能一堆人都跑來跟我借錢 所以就麻煩了 我們所有的是法 能夠供養給眾生嘛 對不對 真的在金錢上 實在不能有這樣子的一個 不能起一時的這種悲憫的心 但是往往 那種不是清醒的悲憫 你知道嗎 會覺得確實那種業障所禪 所以我們說其實也不只業障所禪的時候才念佛啊 平常如果沒有念佛的習慣性 業障所禪的時候怎麼會念佛啊 所以就是有事沒事就要有什麼 念佛的習慣性 因為從念佛當中會讓我們比較保持清醒的心 縱然貪心起來的時候 透過念佛我們也會覺得不好意思 對不對 佛陀不是一直要我們多 要能夠降低我們的貪嗔痴的心嗎 提起正念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啊 我們說這件事情實在有夠 阿彌陀佛其實也是怎樣 我們說這件事情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其實是惡念的產生 那有一句阿彌陀佛又讓我們轉念了 在罵人的時候 這個實在有夠阿彌陀佛 就在阿彌陀佛的身中 又讓我們轉念 把這種煩惱的心轉為什麼 善念 那麼在在其實都是讓我們有機會怎樣 等於掙脫這種業障所禪的狀態 不然的話我們會惡性循環下去 如無底之深淵阿 對不對 但是一念的善念也讓我們怎樣 跳脫出來 跳脫這樣子的一個漩渦 有機會跳脫出來 所以不管外在的這種 詐騙的手法再高明 只要不相應就起不了作用 是不是 那我們的相應就是 一念貪心而相應 所以平常就要能夠保持自己不要貪心 不要貪心 沒有那種不勞而禍的事情 不管他在怎麼樣花言巧語 不要起貪心 就不會相應 就不會被騙 那不要起貪心呢 那麼也是要自己平常要保持正念嘛 對不對 要有善心要有善念 所以透過念佛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所以這裡才會講到業障所禪 而且像我們這樣 像法的眾生我們已經到了什麼 是不是到末法時期 不過還好還是末法時期的前面 對不對 還算是在比較前期的部分 但是我們說在末法當中 只要我們的善根因緣夠 一樣可以聽聞得到正法 也不是絕對的 說切得這麼乾淨 不是 那也真的看我們自己的善根因緣 所以我們這輩子能聽聞到正法 也希望下輩子不斷地再怎樣延續下去 那這個就真的靠大家共同的努力 好 所以講到這裡呢 那麼佛陀當然非常高興 曼蘇師弟童子的什麼 琴法 所以呢就說 如今地聽 極善思為 並且要好好的去思為 當為辱說 當然一定非常樂意的為大家來宣說 所以呢在四十五頁 曼蘇師弟言 文蘇師弟菩薩呢 他就說 為然願說 我等要聞 那麼非常感謝佛陀的教誨 我們當然這個好好的聽聞 佛陀的這個旨意 那麼能夠極善思為 能夠極善 能夠這個好好的地聽 並且極善思為 那麼我們這些 我等眾弟子們呢 那麼都非常好樂 好要的在聽聞佛陀所說的法 好 那麼到這裡就是什麼 序分 是不是有了不同的起教因緣啊 有沒有 有前面的通序 然後有什麼 別序 那麼現在就別序完成了 完畢了 進入了所謂的什麼 正中分 正中分 由如來來怎樣 開示 所以要對照這個科判表 如來開示 那麼如來開示呢 當然就先就著曼蘇斯利 童子的琴法嘛 要類似 如同西方極樂世界 這樣子的淨土法門 我們介紹還有哪一個世界有什麼佛佛 佛陀 他是發了什麼樣子的大怨而成就的 所以佛陀呢就開示 依正的什麼 恨怨 所以先要總標 總標什麼 依正 什麼叫依正呢 依報跟什麼 正報 依報是世界 正報是佛陀 是不是 因為現在要介紹某某世界的某某佛 那麼也就是東方淨流離世界的要師佛嘛 要是佛是正報還依報 正報 對不對 東方淨流離世界是什麼 依報 依報就是我們所依附的大環境 我們所依附的大環境是什麼世界啊 娑婆世界 對不對 那娑婆世界的導師是誰啊 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 好 那麼是由釋迦摩尼佛來告訴我們 眾弟子們 所以佛陀就告訴曼蘇釋利 開始介紹 東方去死過十境且殺等佛土 有世界名淨流離 佛號要是流離光如來 應正等覺 民行圓滿 善事世間解無善事 條育丈夫天人師佛婆且凡 這是不是佛的十個名號 佛的十個名號就是正報的莊嚴 因為每一個名號都是在表達 那種修到至高圓滿的那種佛的果德 所以他能夠表達那種正報的莊嚴 那他的一報呢 就是從娑婆世界往東方去 有十個靜且殺 靜且殺等佛土啊 那麼這個靜且殺呢 在我們的第四十六頁 四十六頁 在第四十六頁的中間這裡有沒有 第二段的第三行 靜且殺就是恆河殺的意義 如果講恆河殺我們是不是就很明白啊 如同恆河殺一般 那麼樣子的無量無數的這個佛土之外 而且是十倍的十個靜且殺 那麼是從東方的這個方向去 離我們這裡有十個恆河殺 那麼多的佛土之外的地方 那麼有一個世界就叫做 淨流離世界 所以叫做東方淨流離世界嘛 從我們這個地方往東邊去 東方淨流離世界 那麼那裡的導師 佛陀呢會是一個世界的什麼 化島的主 那裡的佛陀呢就叫做什麼 要失流離光如來 那麼要失流離光 我們在這個進入經文之前 是不是在經題上已經解釋過了 所以有所謂的如來 他是踏著正如而來是不是 他能夠如解能夠如說 之外呢 那麼他也是叫做應 所謂的應呢就是應共 等於說他可以受天人的供養 為天人來做大福田 那麼是不是能夠做大福田呢 必須要怎樣 以斷盡煩惱啊 而且不再受生死 最圓滿的應共是這樣的 那當然我們世俗 在世間法裡頭 那麼我們說 這個 我們不見得能夠碰得到佛陀 那麼 也不見得能夠碰到正果的聖者 所以呢 我們就對出家師父 是不是 的一種什麼 供養 但是出家呢 如果只是剛出家是沙咪沙咪泥的話 其實還不能應共耶 還不能供養喔 還不能供養 要受過三壇大戒 成為比丘比丘泥之後 才能夠應共 也才能夠供養 那麼也就是說 受過三壇大戒之後 其實披了這種福田衣啊 用我們的袈裟有沒有 它上面是有田梗的 是福田衣 才叫做福田生 不然的話呢 各位居士如果去受五戒 乃至於菩薩戒 會發什麼 慢衣給各位 是不是 什麼叫慢衣啊 就是整塊的 上面沒有任何的田梗 回去仔細看看 沙咪沙咪泥也一樣 還是批慢衣而已喔 必須要批得上袈裟 叫做福田衣 才能夠應共 所以我們在受三壇大戒 尤其第一壇叫做沙咪沙咪尼戒的時候 就會問喔 你在當沙咪沙咪尼的時候 有沒有受人家應共 是不可以的 但是因為我們在台灣 居士都非常的熱忱 只要是出家師父 根本也不管到底有沒有受戒 是沙咪還是沙咪尼 還是比丘比丘尼 都沒有什麼太去管 是不是 但是原則上 其實如果只是出家 還沒有受三壇大戒之前 其實是不宜供養的 其實是不宜供養的 因為還不為福田生 還沒有批福田衣 還沒有批福田衣 所以其實透過福田衣也是一個方便法 就是在資格上要求嚴格一點 不然的話你看 要到真的 正果的阿羅漢才能夠應共 佛陀才能夠應共 你說我們一個凡夫生 又有什麼 又有什麼樣子的資格 能夠受人供養呢 那當然了 透過佛菩薩的一份慈悲 開了這樣的一個方便法門 就是要受過山壇大戒 比較嚴格的一個資格 所以才能夠應共 才能夠應共 所以我們要看是有福田衣 所以要批一個福田衣是不容易的 所以慢衣跟福田衣能不能區別得出來 福田衣上面有田梗 有長的還有橫的 那就是田梗 我說那個衣服實在設計得太棒了 那個設計的立場看我實在覺得很佩服 一塊布拉起來上面有田 而且從五一、七一、九一 是不是到二十五條一 還會有差別 所以越多條它的田梗是不是越密啊 但是現在很多都是 根本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批個架沙 就到熱鬧的地方去給你託波 實在夠阿彌陀佛 好 所以這個應其實就是能夠應共 並且正等絕 我們說從 念的絕而想要超凡入聖 但是要正絕才可能超凡入聖 是不是 那我說其實不僅自己正絕還想要怎樣 讓眾生正片等正絕 那就是行菩薩道 到無上的什麼 正片等正絕 就是奧料多羅三秒三菩提 成佛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呢 它必然也是什麼 正等絕的嘛 因為透過行菩薩道 是不是就是在正等絕啊 好 好 並且呢 它是明行圓滿 就是從自覺覺它到怎樣 覺行圓滿的意思 覺行的圓滿 才成為佛嘛 並且它是善事的 什麼叫善事呢 在涅槃自在無愛的 我們都很怕生死啊 尤其死啊 是不是 為什麼我們會害怕 我們說余計猶存 我們不知道 無死結以來 來到現在 我們是不是無量的生死過來的啊 其實生死呢 尤其死亡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我們很有經驗 但是忘記了 但是我們余計猶存 所以我們很難善事 我們害怕 常常處理不好 所以這個地藏經裡面也講嘛 真的說 當一個人往生的時候 千萬不要再去為他殺雞載羊 不要再去怎樣 這個 為了請客什麼的 這個告別式啊 什麼的還要殺生 還要請客 這些其實都是不是 為他造了一些更多的惡業啊 反而應該要去多為他怎樣造善業嘛 所以佛陀呢 那麼 這個 也叫做善事 就是 他的涅槃 他的生死是自如的 就算佛陀 化現在這個世間 他的涅槃 是不是還是自在的 所以叫做善事 所以所謂的善事 也就是所謂的涅槃 真正的涅槃 原極啊 我們一般說 尊稱某某法師原極 其實那是一個尊稱 真的能不能達到原極 實在非常困難 那佛陀呢 他是善事的 而且是世間解的 佛陀都已經出世了 那更理解什麼 世間的狀態嘛 佛陀不只釋出還怎樣釋入 等於是很完整的理解 世間的這一切 那世間的這一切怎麼理解呢 其實是透過法性的通達之後呢 接受世間所有一切的什麼 現象 所以會理解世間 所謂的理解世間呢 應該說是接受世間 包容世間 是不是 所以呢 才叫做世間解 並且是無上式的 是無上正變等正絕嘛 不僅是行菩薩道 而且是怎樣 行菩薩道後的圓滿 至高無上的圓滿 所以叫做無上式 並且呢 又叫做調育丈夫 所謂的調育丈夫就是 第一個 對自己有 就是說 是可以調育自在無礙的 我們平常對自己調育得來嗎 調育不來 是不是 想要不煩惱 偏偏一直在煩惱 想要不誤準 又誤準得要命 對不對 我們自己調不來 那怎麼辦呢 其實還是透過聽經文法 從佛法來調理自己 先從佛法來調理 所以我們不但 就是說我們所謂的聽經文法 從調理自己當中 有一些經驗 是不是也可以去幫助人家調理啊 到佛陀呢 他的調理那 那是 內外自在無礙的 所以叫做調育丈夫啊 這個大丈夫的是沒有界限的 不管任何的眾生 不管什麼樣子的根基 佛陀都能夠觀機鬥教 因財失教 所以叫做調育丈夫 並且是什麼天人師 不僅是人間的導師 還包括天界的 因為天界呢 那麼還沒有了脫生死 如何了脫生死 還是要透過什麼 學佛聽經文法 所以呢 佛一樣也是什麼 天人的導師 那麼也是佛 所謂的佛是一位大覺者 自覺覺他到什麼 覺醒的圓滿 並且是什麼 婆且凡 婆且凡 我們在前面已經解釋過了 所謂的婆且凡 那麼在前面的第幾頁呢 在36頁的經文 可以看到有婆且凡 對不對 所以 婆且凡呢 也是一位 這個至尊的這種尊者 是無上的這種圓滿 無上的圓滿 所以呢 所謂的婆且凡呢 也就是佛陀 也就是佛陀 好 所以呢 我們一般呢 大概都會翻譯成什麼 世尊 佛 世尊 在晚課裡面的八十八佛 底頭 是不是也會念到這十個名號 也會念到這十個名號 所以所謂的婆且凡呢 也就是世尊 好 那麼這個就是 先透過什麼 正報的莊嚴 正報的莊嚴 那一報是如何的莊嚴呢 是透過 要是佛行菩薩道發十二大院 把整個這個 淨流離世界把它建設完成 所以呢 這十二大院也等於是在表示 等於是在表達那種 依報的莊嚴 好 所以在四十九頁 在四十九頁呢 那麼佛陀呢 繼續的講 繼續的介紹 說慢速施力 說每一部經都會有當機者 是不是 所謂的當機者 往往就是侵法者 由誰侵法 那麼佛陀回答 就會以侵法者為什麼 當機眾 所以呢 一段一段當中 其實 以《要師經》來講的話 就不斷地出現什麼 慢速施力 慢速施力嘛 對不對 就好像金剛經 是不是 不斷出現的是誰啊 須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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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在第四十九頁 佛陀繼續說 他說 慢速施力啊 彼是尊 要師流離光如來 本行菩薩到時發十二大院 令諸有情 所求皆得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就對 慢速施力菩薩說 彼是尊 就說 那個東方淨流離世界的 世尊 就是什麼 要師流離光如來嘛 那麼他是成佛以後完成了東方淨流離世界才名為 要師流離光如來啊 在這個之前 他是不是還是透過行菩薩道啊 也是要有凡夫菩薩道的 這個階段到什麼 聖賢菩薩道 乃至於到什麼 菩薩摩赫 之後才完成 好 那麼在行菩薩道的過程當中呢 他本行菩薩道時 有沒有 就是他經過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行菩薩道的過程當中呢 他很清楚明白的發了十二個大願 這十二個大願總說呢 就是令諸有情所求皆得啊 希望所有的眾生呢 這個能夠心想事成 能夠所求皆得 當然這種所求皆得呢 必須要如法如律的 不是這種 很多的這種 雜念妄想說 所求都能夠得 並不是這樣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透過佛法 我們會知道 其實我們是不是很多的 那種妄想紛飛啊 雜染不斷 很多的這個要求是不合 不合理的 乃至於是不如法的 那些所求會不會得啊 不會 那個就是 就是起碼要先做一個粗的淘汰 那個與法不相應的 不合理的 這些這些 願望是不是我們自己就要去消除啊 我們想要的跟需要 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啊 想要的是 無底深淵一般啊 沒有止境的 那是雜想紛飛的 那是不如法不如律的 那個部分呢 我們自己本身就要做一些什麼 淘汰 那如果能夠如法如律的 而還沒有完成的部分呢 那麼是不是可以透過諸佛菩薩的加倍 還有自己的努力去完成 那麼我們說其實 對所有眾生我們最大的希望 還包括自己 成佛是不是我們最大的願啊 對不對 那當然成佛這麼大的願所求皆得 也就是說 我們每個眾生其實都有佛性 只要我們願意努力的話 是不是人人皆可成佛啊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就得自己去耕耘嘛 就是要行菩薩道啊 佛陀會告訴我們 如何的去做 如何的達成我們的願望 而不是佛陀給我們 送我們 不是用這個方法啊 我們對孩子的教育 是不是也應該這樣子啊 不是他要什麼就敢給他什麼 要什麼就給他什麼 不是送他什麼東西 而是應該教他怎麼去獲得這些東西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你要知識 要學問 或者要道德 或者要財富 這些呢 如果是如法如律的 也不反對 但是 只要是如法如律的 是不是都有機可循啊 都要有個什麼 正常道可以去達到的 而不是佛陀送給我們 也不是父母送給兒女的 不是用這個方式 所以不要誤會以為說 啊 既然他讓我們所有的終生 所求皆得 那我們知道樣樣都去拜託 要是佛就好了嗎 並不是這樣的 是要能夠如法如律的才是喔 並且是自己要去努力的 只要我們好好的努力 那麼跟佛 菩薩能夠相應 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難免會有一些挫折 有時候也難免會退道啦 種種呢 那總是還保持這樣的一個善根因緣 佛陀也會拉我們一把 扶我們一把 只是從旁的那個 比較好的一個助援了 真正的還是要透過自己去努力的 好 所以呢 所以在這個五十頁 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 倒數第二行 也說 其實要有三種力量 一個就是這樣 自力 自己本身 要集 自己要去集合什麼 福報智慧之良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方面一定要信願很正確 好 願意生生世世去累積 這個是不是要自立的 這方面呢 也有佛的什麼 加持力啦 菩薩的這種佛菩薩的悲怨 在互念著我們的力量 好 第三個呢就是 人人平等都可成佛嘛 這叫做法界的力量 宇宙人生間 自然有這樣的一個法則嘛 好 只要我們願意努力 是不是誰都阻擋不了我們的啊 因為人人平等的 我們 真的想要學佛行菩薩道 只要我們 找到這樣的一個生命的主軸的時候呢 其實誰都阻擋不了我們啊 對不對 自己意志堅定的話 就算天魔外道其實也阻擋不了耶 所以 這個也就是所謂的什麼 法界的力量 讓我們能夠怎樣 所求皆得 所求皆得 所以呢 再繼續下去呢 就是所謂的什麼 別墅 別墅啊 別墅怎麼呢 這十二大院 十二大院 所以在五十一頁的這個經文 第一個呢就叫做 生佛平等願 所以呢 所以呢 釋迦摩尼佛就告訴我們 要是佛在行菩薩道的時候 他第一大怨發的是什麼怨 啊 那麼要是佛在他 當要是菩薩的時候呢 他就發這樣的怨 他說 願我來誓得 阿料多羅三秒三菩提時 自身光明 自然照耀 無量無數 無變世界 以三十二大丈夫相 八十隨行好 莊嚴其身 另一切友情 如我無益 這是要是菩薩所發的第一大怨 當他是個菩薩的時候 他所發的怨 就說 當他未來誓 還不知道有多少誓 算不清的誓 他也是累生累世 這樣子累積過來的 所以他當他來誓 如果能夠正得 能夠成佛 所以得阿料多羅三秒三菩提 有沒有 他是用得阿料多羅三秒三菩提 也就是所謂的什麼 成佛 我們說要是經呢 比較不去講這個法性的問題 所以他都會從什麼肯定句 從像來講 從現象上面來講 得阿料多羅三秒三菩提 就是成佛的意思 如果是波瑞經呢 就要再補充一句說 阿料多羅三秒三菩提 即非阿料多羅三秒三菩提 世民阿料多羅三秒三菩提 是不是 才不會讓我們執著吧 但是因為 要是經他並不是在講法性 他直接講法像就好 但是我們也不要因為 這樣子而執著的意思 也就是說 雖然他也是得阿料多羅三秒三菩提 是成佛 但是所謂的成佛 他還是信空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每一個尊佛成佛的時候 他成佛的歷程一樣不一樣啊 不一樣喔 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嘛 對不對 要是佛發十二大願嘛 那還有其他的佛菩薩 是不是也都發不同的願啊 而來成就 所以這個阿料多羅三秒三菩提 他不是固定不動的一個東西 他是不是還是信空的啊 就常舉例說 就好像說某某人得到博士學位 他只是一個名相 是不是 過程是不是不一樣啊 有人花了好幾十年 有的人 這個 就是說他每一個人的那個什麼 求學過程是不是不一樣的 有的是一路就這樣讀到那裡 有的是在過程當中 可能還要做事 還要如何 娶妻生子 然後我又再繼續去讀 他的歷程是不是不同啊 所以他得到所謂的博士學位的時候 的那個感受不一樣 他所運用的是不是也不同啊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呢 所謂的德博士呢 即非博士呢 世民博士這樣能理解嗎 德博士 我們一聽到 博士就以為他是固定不動的一個東西 其實不是 他不過只是一個什麼資格的認證而已嘛 對不對 所謂的非博士呢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歷程不一樣 過程不同 他所努力的程度也不一樣 他所獲得的程度是不是也不一樣啊 運用的程度也不一樣 所以叫做非 不過只是名稱叫做什麼 博士罷了 只是名稱 這樣子我們才不會去起太大的執著 以為喔 好不容易得到一個東西 就以為安心了 可以高枕無憂了 其實如果不再去努力的話呢 你是不是自己也會退失這個能力啊 還是會退失 並不是他固定不動在那裡 讓我們享用不盡喔 不是 所以成佛也是如此的喔 所以雖然這裡只有講德 但是進一步就是非 阿拉多羅三秒三菩提 只是名稱叫做什麼 阿拉多羅三秒三菩提 當然了 你藥師經他不會 比較從向來講 所以他不會去講到這個非的部分啊 或者法性的部分比較不會 不過我們在解釋的過程裡頭 難免還是有時候提醒我們 好所以呢 藥師菩薩 當他在行菩薩道的時候 他所發的願就是說 如果來世我能夠成佛的話 那我成佛呢 的這種莊嚴的法像是什麼 就是自身光明的 本身這種所具有的這個法身呢 是光明無量的 並且是赤然的 如同這種火焰般的 是非常光明的呢 來照耀著無量無數的 無邊的什麼 世界 表示他的那種世界 非常的赤然的光明的 的一個世界 並且呢 他的這種法身 他會以三十二大丈夫像 八十隨行好 我們說到成佛 他是不是自然就會 現出這些像來啊 尤其在化身上 更是清楚明白 當然法身呢 他也具有這樣的一個特質 只是他不是那麼樣具形象的 當然我們說到成佛的像 到底是什麼像 如果讓我們這些凡夫眾生 來想像的話 那麼我們會透過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 來想像那種成佛的那種莊嚴圓滿 至高無上尊貴的那個像 所以他用他三十二像 三十二大丈夫像 八十隨行好來 莊嚴其身 為什麼要莊嚴其身 其實那是一個果報 不是他自己願意 而自己去追求來 就是說你一旦到成佛 他自然形成的 自然形成 就像我們畫的那個圖 不是 你知道爬到那個高度的時候 他自然所看到的景象 是不一樣的 跟我們凡夫眾生當然是不同的 所以呢 到成佛的話呢 他所顯現出這種莊嚴的法像來講的話 其實也會是一個 度化眾生的方便法門嘛 所以呢 他另一界友情呢 如我無益啊 他最可貴的是後面這句話 不是他自己本身想要這麼樣子的 至高莊嚴尊貴 而是所有的眾生 只要也如同他這樣去行菩薩道 到成佛的話 那麼也一樣的 所有的眾生是不是都可以成佛的啊 一旦成佛呢 也跟要師佛是一樣的 是那麼樣子的莊嚴 光明晃耀的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生佛平等願 不是只有要師菩薩成佛能夠如此 是不是我們所有的凡夫菩薩 只要能夠再經過聖賢菩薩 乃至到菩薩摩赫薩的果位 我們有朝一日 真的成佛的話 是不是也能夠跟要師佛一樣啊 都可以喔 這是佛菩薩的一個什麼 這種威神力啊 他的願力 所以我們說到時候我們能不能成佛 一個要靠自力 還有靠什麼佛的加倍力嘛 還有法界的力量是不是 那當然關鍵會在自力上面 我們自力努力的夠 那自然就會跟佛的加倍力是不是相應啊 自然也銜接上什麼 法界的力量 自然會這樣子的 所以呢佛 他說要師佛呢 他也會 不是只有他能成佛 他是不是所有的眾生都能夠成佛啊 而且那種莊嚴 光明 自然 照耀 晃耀的那個 那個形象呢 都跟要師佛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每 各眾生 尤其是人 人道的眾生 是最有機會的 是最有機會 在六道當中 當然 六道當中都有佛性 但是在人道當中 是最有機會學佛的 那也透過學佛才最有機會 能夠怎樣 成佛 所以我們說成佛在人間耶 佛在人間 成佛的 不是在其他道 不是在天上成佛 也不是在畜生道能成佛的 是在人間才能夠成佛的 好 所以這是 要師佛在行菩薩道 所發的第一大願 那麼第二大願呢 叫做開小事業願 那麼也就是說 所謂的第二大願 那麼要師菩薩怎麼發願呢 他說 願我來世得菩提時 好 因為他前面已經得 奧料多羅三秒三菩提嘛 那現在就簡說 簡單的說就叫得菩提時 所以 這裡所謂的得菩提時 一樣是得奧料多羅三秒三菩提的時候 就是成佛的時候 在五十五頁這裡 那麼他的身呢 叫如同流離般 如同流離喔 不是我們這種色身肉體而已喔 那麼 那麼 如同流離怎麼樣呢 是內外明徹 沒有淨無瑕 沒有任何一絲的什麼 污 這個染濁的 是完全清淨無染的 所以才能夠怎樣 內外明徹 而且清淨的 沒有任何的瑕疵 沒有任何的什麼 污秽 那麼光明廣大 功德唯唯啊 這些都是成佛的一種 非常至高圓滿尊貴的那種功德啊 所以功德唯唯 那麼 身善安住 焰網莊嚴啊 過於日月 那麼 他的法身本身呢 更是能夠怎樣 身善安住 能夠怎樣 盡時空 盡時放 遍法界 而且呢 赤網莊嚴 所以 藥師佛呢 非常強調的這份什麼 光明晃耀 赤然 赤網莊嚴啊 那麼這種赤網莊嚴 還會過於什麼 日月 因為他 兩邊是不是 日光菩薩 騙照菩薩跟什麼 月光騙照菩薩 那當然以中尊來講的話 這種金色晃耀 這種 光明晃耀 那當然還超過於他們 那麼為什麼要這樣子 能夠 過於日月呢 就是希望能夠讓所有 幽明眾生 西蒙開啟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真的 菩薩他所發的大願 真的絕對不是為他自己 不是說 我多麼的偉大 多麼的莊嚴 多麼 其實因為到成佛的話 必然是 不是追逐來的 而是怎樣 是因緣合合出來的 原生 還是合乎什麼 緣起法則的嘛 那麼要這麼樣子的 金色晃耀 光明晃耀呢 其實是為了什麼 幽明眾生 因為還想到還有很多 在黑暗裡面的眾生 是不是 沒有辦法在這種光明的這種普照之下 那麼也希望透過這樣子 讓這些幽明眾生 西蒙開啟 能夠讓我們這些幽明眾生 這個很愚痴的眾生 能夠心開意解 所謂的心開意解呢 往往是透過放下執著啊 不是只有為自己在這邊追逐的 反而是透過放下執著 讓我們的心情打開 這個豁達起來 眼光援大起來 透過行菩薩道而怎樣 開小整的事業 因為我們在行菩薩道當中 利益了所有的眾生 那麼他的事業自然會怎樣 會通達嘛 因為廣結了善緣啊 所以呢 他能夠隨意所去做主事業 會隨著我們的意趣之所在 比方 有的人 這個 做某某事業是跟運輸有關係的話 那是不是也是廣結善緣啊 如果在運輸事業上面 不只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如果還能夠開一些方便法門 比方說還去協助一些行動不便的人啊 或者這個 去想到說 在某一個狀況之下 還能夠發心 去為某一些弱勢團體啦 或者為什麼來也幫忙運輸 那這功德就非常的大 是不是 是因為呢 你所發的那個怨廣大的關係 所以你所 在這個行業上 你必然的福報會非常的大 所以那個事業會越做越大 是因為我們的心量的打開 是站在眾生的利益上面來考量 不是為自己 如果一直是為自己的話 其實那個力量是很微薄的 那那個量呢 其實就跟我們的什麼 心量是有關係的 所以呢 要是菩薩他在行菩薩道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如此的去實踐的嘛 所以其實我們 尤其各位居士都有自己的這種事業來講的話 也可以透過自己的事業 用我們自己的專長啦 或者關係呢 那麼能夠隨緣盡份的 也去利益 利益眾生的話 其實會在我們這樣的一個事業的領域裡頭呢 獲得很大的福報 也能夠怎樣呢 能夠比較蒸蒸日上啊 所以這裡就是隨意所去嘛 做諸事業 這個也是什麼 要師佛他在行菩薩道的時候所發的大怨 所以如果我們其實要師法門的話呢 自然在這個部分也會怎樣 會相應 能夠就是說在事業上做得好 所以這個叫做獻法樂嘛 是不是 不是 不是等到來世才看得到喔 以持要師法門 在這一世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也看過幾位持要師法門的人 都比較相當富裕一點 當然他的富裕不是說 他一直想要賺錢 而是他一直想要利益眾生 反而從利益眾生當中比較富裕 我們的思考是有時候是反過來 對不對 我一直想要想要多賺一點錢 結果忘了去利益眾生 其實不見得賺得到錢耶 想賺錢不見得賺得到錢 因為我們說能不能賺到錢 是因緣福報的問題 有沒有去種因啊 有沒有多種一些因 自然有福報因緣的 自然會有福報因緣 所以呢 在我們的家庭事業之餘 廣結善緣多利益眾生 實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會讓我們整個家庭事業比較順利 好 阿彌陀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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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